新冠肺炎大爆發 打開社群網路 感染者被冠上各種代號 民眾對感染者一方面恐懼 一方面有非常感興趣 我們都知道獵巫不好 但不知不覺就是想獵巫 不過喜歡獵巫的你我 真的一點都不寂寞 因為一百多年前的人們 也曾跟你我一樣 更造就史上最有名的超級傳播者 那就是被稱為 傷害瑪莉的愛爾蘭儲娘 瑪莉瑪龍 2015年美國作家蘇珊巴托雷蒂 為了還原瑪莉瑪龍的真實經歷 搜集了百年前的報章雜誌 衛生單位的調查紀錄 來還原瑪莉成為 所謂超級傳播者的始末 寫成致命儲娘 不要叫我傷害瑪莉一書 今天我們就跟著這本書 一起回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 來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吧 一九零六年的紐約 傷害正開始流行 但對上流階層而言 這種疾病仿佛不關他們的事 麥哈頓林肯國民銀行副總裁 華倫一家 正在度假聖地 牡蠣灣準備過暑假 而華倫太太的小煩惱 就是找到一個 一天可以工作十四小時 隨傳隨到 並能夠燒得一手好菜 來餵養家中四個孩子 以及五個仆人的好廚子 曾在紐約上流家庭 擔任廚師的瑪莉馬龍 顯然是一個好人選 來自愛爾蘭的瑪莉 三十七歲單身 為人勤快不多話 更重要的是她燒得一手好菜 她的招牌手工冰淇淋 更沒有人能抗拒 而且她從未請過病假 身強體健 因此華倫太太 以超高的月薪 僱用了這位大家 贊喻有家的儲娘 不過瑪莉來到豪宅 擔任儲娘不過一個月 雇主華倫一家 開始陸續感染傷寒 當時傷寒沒有疫苗 更沒有特效藥 死亡率極高 每五個病患 就有一個死亡 而後報紙以頭條報導了 華倫一家感染傷寒的消息 並懷疑是飲用水受到污染 這對於豪宅真正的屋主 湯普森夫婦來說 簡直是晴天霹雳 於是他們聘請專家前來檢查飲用水系統 卻發現根本沒有傷寒病菌 那麼華倫一家人到底是怎麼染病的呢 為了找出真正的原因 湯普森一家找來了自稱是流行病鬥式的衛生工程博士 梭普繼續調查此案 堪比名偵探的梭普發現 瑪莉服務過的家庭中 竟有22人感染傷寒 這讓梭普深信 事情一定沒有這麼簡單 一定跟瑪莉有關係 她猜測瑪莉上廁所後沒有好好洗手 在製作冰淇淋的過程 把病毒帶給華倫一家 對自己的推論信心爆棚的梭普 決定直求對決 在沒有提前告知的情況下 直接登門拜訪瑪莉 並張口就告訴她 你有病 你可以想像 這對從來沒生過病的瑪莉 可能就像遇到詐騙集團 畢竟1907年的紐約 多數人根本沒有健康帶緣的觀念 緊接著 梭普更開口希望瑪莉 提供尿液 血液與糞便 這羞辱性的要求 徹底激怒瑪莉的處事魂 於是瑪莉拿起刀叉 一陣怒吼將梭普轟了回去 不過即便沒有證據 衛生局仍逮捕了這位外表健康的 無犯罪公民 並且在瑪莉不情願的情況下 採集了血液與糞便 但也確實在其中發現傷害感據 這個發現對索普這位科學家而言 簡直就是天大的禮物 她將健康帶緣者瑪莉視為重要的研究對象 她再次向瑪莉提出請求 希望能割除她的膽囊 藉此證實傷害感菌存在於膽囊的理論猜想 不過由於缺乏信任 瑪莉再次拒絕 但即便瑪莉不願意 她還是被安置到孤島上 接受各種藥物實驗 從被監禁開始 報紙也開始大幅度報導瑪莉的消息 甚至揭露瑪莉的全名 同時將其描繪成邪惡女廚 並稱其傷害瑪莉 傷害瑪莉成為瑪莉一生的標籤 而這個字眼後來甚至被收錄到字典 一直故意傳播疾病等負面含義 一年後瑪莉簽下了切結書 保證自己不再從事廚師行業 終於重獲自由 但是1910年的美國 沒有失業救助金 也沒有轉職服務 41歲的瑪莉該何去何從 直到1915年 斯隆婦女醫院爆發傷寒 兩人死亡 大家才發現瑪莉更名 到醫院為300人煮飯 這次再也沒有人同情瑪莉 所有輿論一面倒的嚴厲譴責 於是瑪莉再次被安置於孤島 直到1938年因肺炎病逝 看完了瑪莉的故事 我們或許可以想一想 人一旦不幸生病 就無條件成為犯人嗎 在我們獵物的同時 是否壓縮了病人的生存空間 使更多人不敢承認自己生病 巴托雷蒂曾說 他寫這本書並不是要為瑪莉平反 但瑪莉的人生不僅是一份科學報導 更是美國人權和公民權 人類公衛學上重要的篇章